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云南西州反纳是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地方 在这里生活的少数民族素有洗食野生昆虫的习惯 市场情况好时 这里的野生蜂蜜可以卖到每千克上百元 而野生蜂蕴根据种类的不同 每千克则可以卖到上千甚至上万元 仔细看 这个不是那个什么韭菜炒鸡蛋这类的 这里面是蜜蜂 看着眼前丰盛的营养蜂艳 验证者们不禁产生种种疑问 他们是怎样被人们请到餐桌上来的呢 本期节目原来如此验证者将跋山涉水 伸入云南热带雨林 真实感受森林中的神秘力量 找寻能给人们带来经济效益的野生毒蜂群 冒着风蜇重咬的危险 亲自体验驯养野生毒蜂致富的全过程 探寻当地人风口夺心的秘密 为了精神验证捕获野生蜂蜜和蜂涌的全过程 验证者这次找到了周海林社长 这个典型的哈尼族人 平时最大的爱好 就是接触雨林中的神奇事物 驯养野蜂更是他的畅向 而他所建立的西创板纳蒙海县 怕工农业专业合作社 也正因为驯养各种各样的野蜂 每年都有一笔不错的收益 验证者们希望在他的帮助下 完成探究野外苦蜂的体验 是什么呀 小超蜂 也是蜜蜂里面就小的一种超蜂 好小啊 感觉跟我去下买个鞋 而周海林展示给验证者的这种草蜂 因为巢穴仅有一个巢皮 其体型较小 所以也被人们称为小牌蜂 是西创板纳独有的野生蜂种群 周海林让社员取下一个小牌蜂蜂巢 好让验证者们尝尝 这种独特的野生蜂蜜 散开散开 你们要散开 它有蜂的 要在里面呢 要兜开去吧 这么多这么多 不让开你看 它不让开 牌蜂的攻蜂保护蜂巢的能力很强 即使在繁忙的彩蜜之时 也从不让巢皮裸露 就算经历暴风骤雨 或者烈日照射时 攻蜂也会相互攀缘 层层重叠 维护蜂巢 不让它受到伤害 会不害怕 欢迎来到我们拍 出来吧 哦 看见了白了白了 里面是白的了 那我们在这吃蜜 他们看着会 我们马上去吃 在这里吃 很危险 是这样的 你长得好 还挺好看的 蜂蜜逼得了 快快快快 快上开 你好 您拢好了 走吧 赶紧走 下退 下退 虽说小牌蜂攻击力不强 但如果被惊动 发生群攻 危地也不可享视 为了避免被遮到 烟热者们必须迅速离开 这个是真的 就把它刹 怎么样 不怎么样 吃一个 真不怎么样 来来 你吃一下蜜 看到没有 蜜蜜 我不直接吃 我拿手抓 好甜 好甜 怎么样 冰棍 你就冰棍 帮冰棍吃吧 品尝了小牌蜂的 纯天然蜂蜜 验证者们初次进去地 感受到了 获取野生蜂蜜的过程 但毕竟 小牌蜂只是神秘雨林中 一个极小的 并不算凶悍的蜂种 而那些在市场上 卖家更贵的蜂蜜和蜂用 却属于那些毒性更大 攻击性更强的野蜂 那么捕蜂人 怎样冒险收获 这些毒蜂的蜂蜜的呢 难道他们不怕蜂蜇吗 这些珍贵的宝藏 往往都隐藏在蜜林深处 验证者们希望 可以经历一次 真正的蜜林不蜂探险 而相比起小牌蜂 还有一种被叫做大蜜蜂的家伙 就更为捕蜂人心动了 虽然也属于牌蜂的一种 但它却是世界上 蜂蜜品质最高的蜂种 咱们去山上找一下 在反复商量之后 周海林决定 带领验证者们一起 进行一次真正的雨林探索 寻找一个野生大蜜蜂的蜂巢 并收获它的蜂蜜 第一次进入未被开发的热带雨林 验证者们紧紧跟随周海林的脚步 神秘雨林给他们带来的 不仅是对探险的兴奋与好奇 也是对前方未知事物的微微恐惧 而从小依靠这座深山长大的周海林 对山里的地形早已熟悉不过 由她的带领 大家都安心了很多 大蜜蜂具有很强的攻击性 飞翔能力和防御能力 也十分厉害 有时它可能出现在树枝上 有时它可能出现在树顶 有时甚至在陡峭的悬崖边 才会看到它的踪影 所以想要在雨林中找到一个野生的大蜜蜂蜂巢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还没有找到大蜜蜂蜂的蜂巢 意外发现的酸蜂蜂蜂巢突然让大家兴奋起来 你看看 这是苍蜂的 喂喂喂 这是喇叭蜂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喇叭它自己做的 这种野产蜜的小家伙 是西双版纳独有的蜂种 村蜂 它一般只有普通蜜蜂的十分之一大小 潮取的树洞中 由一个喇叭形状的出入口与外界连接 我可以摸一下吗 可以可以摸 这可以吃吗 可以吃 这可以吃 稍微吃点 挺爽的 这个材质好奇怪啊 因为没有毒刺 所以酸蜂对人来说并没有伤害 当它的天体湖蜂靠近时 酸蜂会义无反顾地 对比其体型大十倍的湖蜂发起攻击 用风胶将其翅膀粘牢 使其无法飞行 凶猛的呼风被迫纷纷落地 顿时空中横紧的优势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因此许多蜜蜂十分喜欢在有酸蜂的地方 与它们毗邻而居 互利共生 这里面有多大一波看这样子 可能因为有一两斤的蜜 一两斤的蜜 对于验证者来说 这种神奇的小生物 还是引起了它们一探究竟的兴趣 现在是这样 现在这个大摄像机 没法伸入到这个小的洞穴里面 这个蜂窝非常小 所以咱们现在用这个小摄像机 然后 现在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上面有个碳头 看见了吗 哦 这个看着 我现在的桌上底下也能看清楚了 这个像个岩石一样实际上 像个岩石一样 就是你要摸 它们都出来了 它们都出来了 酸蜂因为在采蜜过程中 会优先采集药用价值高的植物花蜜 因而其蜜 甜中带酸非常可口 居住在森林中的少数民族 一般将酸蜂蜂蜜 视为强身健体的灵丹妙药 而比起验证者们要寻找的大蜜蜂 酸蜂的蜜产量极少 而为了取得他们的蜜 周海林又会怎么做呢 不要吹吗 不用吹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等会我教你吧 等会我教你 好不好 等会我教你 酸蜂攻击力弱 且没有毒性 巢穴质地柔软 所以对于部分人周海林来说 只需要找来容器 便可以徒手轻松地混得蜂蜜 这是干嘛呀 好的 不要让它里面的蜂蜜 蜂蜜 流出来 不要浪费 不要给它浪费 不要给它搞瘫 里面 都会有一些灰尘 你看这两个人 两个人拿一勺 拿一盘的等着吃 对 咱们午饭就是这东西 好了吗 好了 准备啊 要挤了吗 要挤了吗 这是要把挤出来 挤压都一样 从哪儿出来啊 就从小口里头吧 就从底下的叶子上的 这是它的壳 不是蜜 这个是壳 它外壳 把这个外壳切开 把它那个就是我们说一层 像酥皮一样的那个外壳 先给它扒掉 它现在在咬你吗 出来了 出来了 吃一个 哎呀 流了流了 来了来了 这是怎么吃啊 嗯 太好吃了 来来来 你试一下 都活着呢 没事 这里下来了 好甜啊 这个 可以 这就是我们那 我们那五发 哇 好甜 我饭还有肉呢 你看这 这也太甜了 有些表 嗯 有些表 有吗 这个一窝蜂 它一年也产不了 产不了多少 产不了多少 你们觉得是酸甜 是啊 本来就叫双蜂 哦 酸蜂啊 因为我感觉它有点发酸 你不过都给吃了吧 没事 这个也给酸 有一股酸脚味有没有 有有有 它不可以吃的嘛 嗯 这也可以吃 嗯 这个很少 这个很少 你把它摸破坏了 它会 自己还会 长出来 还会再长 我们其他给它留起来 把这个草给它留起来 好 因为我们先拿一点 我们明年再过来拿 对明年还可以再来 长一点 明年继续 为了来年还能采蜂 对于捕蜂人来说 每次发现的新的野生蜂蜂 后都不会完全破坏它 每次采蜜的时候 都保留下蜂巢的主体 蜂巢中的蜂会继续修补好自己的中巢繁衍生息 咱们咱们还有主要任务还没完成 别光顾着吃 吃饭也是很重要的任务 再接一笔 哈哈哈哈 走啊 啊 虽然意外收获了香甜的酸蜂蜂蜜 但这样的取蜜�方式 也仅限于攻击力不强 不会伤害人类的酸蜂 烟荣者们此行的目的 是找到森林中的产蜜之王 大蜜蜂 因为蜜蜂通常喜欢 与酸蜂共同居住在同一个领地中 那么找到酸蜂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大蜜蜂的巢穴也就在周围呢 烟荣者们打算 在周围细细打探一番 看能否发现 大蜜蜂蜂蜂蜂的踪迹 这些蜂 几十粒地 只能找得到一颗 还要破硬树 咱们就是蒙的 咱们就是蒙的 如果烟气不好 你走到几十粒都找不到 那你说那种大蜜蜂呢 大蜜蜂也是这样 特长草 大蜜蜂一般在高大阔叶树的横杆下 或悬崖下铸造蜂巢 所以验证者们在周社长的带领下 决定走一些开阔的路 避免因为穿梭树林时 动静太大 无意中惊扰到树上的大蜜蜂 引发它们的攻击行为 好高的树才会有 记不清楚 你们累不累 累死 走吧 咱这一般找一个窝 看到了 这里有窝 这 你伸到大蜜蜂 看到没有 那是蜜蜂 经过了百般努力 验证者们穿过山野 总算发现了 期待已久的大蜜蜂巢巢 这个贬长的物体 看起来就像之前 验证者们品尝的小排蜂蜂巢 但体型却比之前大很多 远看巢皮长约一米 厚度约十厘米 黑黑一片 是无数正在休息的大蜜蜂 它们静静地待在那里 保护着自己的巢巢 大蜜蜂不同于一般蜜蜂 它的毒囊比一般蜜蜂 毒囊要大 所以排毒量更多 当地捕蜂人被遮伤过的故事很多 受到惊吓的大蜜蜂 疯狂地遮咬了男子 致使男子昏迷了好几天 一名妇女用手驱赶几只大蜜蜂 却引来更猛烈的遮咬 最后昏迷的她被乡亲抬回家后 连续发了好几天的高烧 有时大蜜蜂因为迁徙 而误入人类居住地 则会给人带来不小的麻烦和威胁 所以 虽然找到了大蜜蜂的巢巢 为了获取它的蜂蜜 周海林决定 为验证者们搭建一个安全棚 好让验证者们在感受摘取 大蜜蜂巢巢巢的同时 免受遮养的伤害 以免惊动大蜜蜂 他们只能从较远的地方取材 用来搭建安全棚 慢点 厉害 我过去吧 一二 我要不要过去 你啥又砍的 你啥又没砍呢 拿出来 是 让开 让开 这是你的肚子 反正 有没有好多没有 有一种生活劳动果实的感觉 有了竹子和树枝 安全棚就有了框架 就这取材 周海林找来了藤桥 用来捆绑固定这个简易框架 咱们现在基本上框架算是完了吧 差不多了 这原来像有十几个人是没什么问题吧 这是什么呀 树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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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拿着密封工具 搭在上面是吗 那我就 我们把树阴网给打下去 我们就大工告诉你 好嘞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布置与搭建 验证者们终于与周海林一起完成了安全屋的搭建 一切准备就去 那么接下来就当取蜂蜜了 基本有着下跃了 高的大树上 所以取蜜非常困难 动作惊险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最终本次捕蜂任务 有经验丰富 穿戴防护的社员阿巴进行 周海林则在安全屋内指挥 保护大家的安全 同时也能随时观察周围情况 你能给我穿到你的路线 从底下 这是竹子爬那个树上 你之前踩过点吗 没有踩过点 万一它竹子跟树之间踩着 你米苗不爱着 我先测一下 我之前一直听到它在砍竹子 现在我才知道它是砍竹子在给自己打路 它把竹子倒在那棵树上 让它就可以有一个路线上去 对 那这样我们先进屋 然后摘蜂蜜的事情 只能交给社员了 然后让他身上固定一个摄像机 同时记录他整个盘子的过程 对对 我们拿一个那个 微型摄像机 为了能够记录整个补蜂过程 验证者们将一个微型摄像机 绑在了社员阿巴的手臂上 希望可以记录到 他摘取蜂巢式的整个过程 阿巴会顺利地踩到 大蜜蜂巢中的蜂蜜吗 他会不会遭到 巢中大蜜蜂的攻击呢 好 一定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我们得上这东西好消息 安全第一 做好了防护 戴上了装备 准备进行捕蜂的阿巴 便迅速背上了 用来装蜂巢的包 向树上跑去 来社长 说社长 就现在刚才您只是说 这个大蜜蜂 咱们只是之前在餐桌上吃过 但是真正这个 它攻击人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危险性 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一般小蜜蜂不是 加了人就 它就死掉了 它就是 这个也是炸了也死 关键是 它这个 它群体的 这个战斗力比较强 只要它 走到你一针的话 它群 一步一倾的 群体战斗力比较强 那可不敢惹 蜜蜂只要发出刺针攻击 就会释放一种特殊味道的信息素 大蜜蜂也是一样 这种信息素 一是起到指示剂的功能 帮助其他蜂锁定攻击目标 二是起到激怒蜂群的作用 使其群体而公直 人们在野外遇到蜜蜂 经常会习惯性地拍打蜜蜂保护自己 而殊不知 这其实是一种最危险的行为 受到被拍打受伤死亡的 蜜蜂释放的信息素吸引和激怒 群蜂便会对人展开疯狂袭击 被折致死的危险大大增加 所以 捕蜂取蜜的过程 是一个向蜂群挑衅的危险过程 随时有可能发生意外 即使阿爸捕蜂经验丰富 它体内早已对蜂毒入了抗体 但验尿者们还是担心 万一不小心遭到蜂群攻击 可就麻烦大了 每个人都在被阿爸捏了亚汗 你要洗 要洗 进骨子了 没事他就往上睡着 往心上睡着 看见没你那儿了 看见了没 没事 这下没事 看见没 进骨子了 没想咱们先进去 先去吧 来 这样去 把刚才那个棚子剪开 补充染阿爸成功地爬到树上 此时为了安全起见 在周海林的指挥下 验尘者和工作人员也都躲进了安全屋内 一旦操作 一旦操作稍有失误 近二十万只大蜜蜂 有可能会突然发黄 此时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到底普通人阿爸能不能顺利取消大蜜蜂的风力呢 要拿到蜂蜂里的蜜 就必须先把蜂蜂从蜂窝取走 他染的不染吗 你看 我觉得因为这边的这个树啊 就是比较潮湿 所以才会可以做这样的动作 要不然你就活在那 你想旁边的树肯定会被了着 但因为这边都 这个植物都很潮湿 哇这些这些这些风是命死不屈啊 不让 不让 不愿意是吗 不愿意离开自己家 大蜜蜂的攻蜂保护蜂巢的能力很强 如小排蜂一样 就算面临狂蜂咒语或者烈日照射 攻蜂也会相互攀圆 层层重叠 维护蜂巢 从不让潮皮落入 所以虽然捕蜂人阿爸对大蜜蜂的潮血 采取了烟熏的驱散方式 但为了保护家园 大蜜蜂们似乎决定誓死抵抗 有吗 盈看是飞了吗 有有有 咱是不是帘子先下来了 往那边看 仔细往那边看 那边全是蜂蜂啊 盐看大蜜蜂开始四散开来 所有人不禁紧张起来 多亏安全棚的保护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随着大蜜蜂纷纷被烟熏火了 逼离蜂巢 这件色的蜂巢落入在外 哇 你的那个摄像头太广佣了 那我摄像头 找我那个 这个摄像头找我呀 好 哎呦 太粗了 太沉了 他现在手里拿了一个布口袋 对 这是要把蜜往里面装 再背下来 二十多公斤 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把那个蜂子全部扒下来 哦 现在已经开始扒了吗 扒了吧 你看 这蜂子死了 怎么回事 活的 活的 它就这样被扒了 它也不会咬它 对 它不咬 我那感觉 那扒了 那下来 那 啊 我看到一群 我看到一群 好多 黑鸭的一群 黑鸭一群 补凤远阿爸开始爬到粗树之上 准备用口袋割去工巢 能到已经 从事这个工作 已经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 啊 太大了 太大了 你别个掉下来 嘴一个 到底哪一半 哪一半的了 哪一半的了 哎呦 拿回去 快拿回去 哦 你看 哎呀 看到没有 哇哇哇哇哇 把门关掉 太长了 拿不到 拿一半 哦 太多了 哎呦 我天呐 太大了 这个 哇 小新安 你要个封 阿爸 今天封子 不要给他摘啊 我把封子摘了 哦 好好好 放到包里头 哎呦 我天呐 在包里头 哎呦 小心啊 下来一定要小心 现在我现在最担心的那个竹子 因为竹子刚才上去的时候就听见枝压的成员 对 现在是体重增加了三十到五十千克 嗯 不过现在 嗯 现在看感觉进程还是很顺利的 很顺利 今天已经很顺利了 已经 很顺利 哎 哎 好多蜜蜂啊 希望它顺利下来 但是蜜蜂还好 没有往我们这边跑 对对对 它一直往上 终于在交集等待之后 不复人阿爸终于将割下的部分蜂巢带回来 他慢慢的爬下树枝 安全到达地面 而虽然如此 紧张的气氛 却并没有消失 周海林必须确认 没有逃离的大蜜蜂盘旋在周围 哦 哎呀 来了 大功告成 你能够出去吗 不要忙 不要忙 来来来来 赶紧 先来用 啊 这是爬了 对 哦 我觉得 来说 爬了 说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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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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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牛 哇 这么大个啊 这个 哇 好大哦 啊 哎 这 这是 活的 活的 没关系 没关系 哎呀 这一头汗 哎呦 这一头汗 太急了 哎呀 有这米粉在你身上 有这米粉在你身上 没关系 好吧 把这骨子发出来 不是要吃了它吧 啊 啊 咱就吃了 这它风油 啊 风油 太好吃了 这个 包包里面吧 现在装包包里头吧 你看 享受着短暂的收获喜悦 验证者们此时必须抓紧脚步离开这里 我们赶紧撤 要不然他发现了我们偷了他的蜜 一定会来追我 危险并没有造势 被驱散的大蜜蜂很有可能马上飞回来 验证者们必须马上驱车转 刚才刚才刚才我们后车站还追着一只蜜蜂 对对对 现在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到安全地点 然后再说下面的事 对 必须能刚才说这个蜜蜂的攻击范围有7公里 对吧 对 西双本纳原始生态环境 成就了天然无污染 营养价值高的野生蜂蜜 而获取他们的不义 却也让这种蜡蜜特色 仅仅归当地捕蜂人独有 验证者们通过搭建安全棚 感受到了捕蜂人的整个蜡蜜过程 从大陆爬树驱散蜂群到最后摘取蜂巢收获蜂蜜 整个过程精心动魄绝非普通人可以完成 而这样辛苦的采摘换蜡也是满满金彩彩的收获 咱们怎么榨这个蜂蜜啊 你弄弄稀的 弄碎 都流出来了 好多里面 全都是 你看这是 还漂亮 特漂亮 没什么咽口水 不好意思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看到里面的结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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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里面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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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就是最纯的 最纯的 然后这个盆子可以扣着 整个留干净 平时刷刷我们 啊 你看 这是纯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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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还有一部分的结构 你看 给我准备好塑料皮 我一会带走 打包 可以的 你看 你看 这个蜜太好了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真漂亮 真漂亮 您应该有成就感吧 早 早 早 你能别用手吗 好多的 对 经过了有惊无险的寻蜂采蜜之旅 验证者们收获了满满的蜂蜜 也体验到了捕蜂人的艰辛和快乐 但回想起之前吃的野风店 摊桌上的一道美味也让他们记忆犹心 他们希望再次尝试 捕蜂和驯滑这种更具挑战性的野风 虽然狐蜂凶猛且毒性巨大 但近年来狐蜂用价值不断攀高 每公斤售价高达400元 成为当今山里人一份很可观的经济来源 所以不少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尝试在山林中捕获这种狐蜂的巢穴 将它从幼时便放到自家山坡进行养殖 等秋天成熟后 长成取出蜂蛹进行收获 用以换得可观的收入 验证者们将要体验和进行驯化挑战的 便是这种肉食性昆虫 也是攻击性极强的危险性分类 你怎么把他带回家 明天我们去找 到沙拉去饭 找到他炒协议 把他带回家 大蜜蜂 我们快 可惜不许久了 我们来点快快 第二个烟雾 挑战沙烟 经过了一天的劳累 验证者们重新回到了住途 杨精续追 我也说 这一套路上非常险恶 我也说这是我刚才 蛇药串 对 专门在这个药店 买的这种当地的 是蛇虫这样的特效药 第二天他们准备在此进入雨林 寻找雨林中最可怕的杀人风 体验捕风人降服疯狂野空的过程 这将会是一场怎样的战役呢 还有多远啊 不远啊 哪边 这边啊 走吧 经过了头一天成功取灭的体验过程 再次进入深山的任任者来 显得十分轻松 他们感觉自己对森林中野风的喜庆 已经很熟悉了 但是面对这种危险性极大的风类 周海林还是非常小心 毕竟一旦得脑浮风被遮 那将是致命的 所以对于验验者们今天的循准体验 其实他早已经做了周密的准备 根据社员的消息 周海林带领验证者们很快感到了 据说有湖风出没的地方 此时捕风人阿八已经捉到了一只湖风 正在将一根白色的鸡毛绑在湖风的身上 它会比较麻 这个比较麻 这个比较麻 这个大的麻 那你讲的会是哪里它生了羽毛呢 说羽毛的目的就是我们在会 它报废的时候我们看得到它的潮汐 它这个比较明显 这个白羽毛是比较明显的 千万要注意啊 飞到哪里我们去潮汐 这个要找到哪里去 在找到一只湖风后 周海林准备寻找一只活的昆虫 来吸引它进食 据它说 只有得到了食物的湖风 才会回到潮雪传递信息 用活昆虫穿成串儿吸引呼风进食 这种方法真的能解释 这个蟋蟋 牙齿够大了 不敢看 不敢看 它死了吗 它死了吗 它到了吗 它来了吗 它来了吗 完了吗 进去 完了 好你们在这里等我 把蟋蟋 把蟋蟋插好之后 周海林将蟋蟋移到了树旁边 放轻脚步与声音 拴着白色鸡毛的湖风 真的在没餐蟋蟋后 会带领我们到他家做客吗 大家屏住苦气 不敢惊扰这只湖风的进食 它首先要把自己吃饱了 吃饱了 它就会带给它的那些蟋蟋吃 它这一个牙齿 一个脑袋有脊椰盖 什么脊椰盖这么大 像虎钱一样的牙齿 眼看湖风定没有丝毫想要吃东西的意思 周海林有些着急了 要知道 如果在进食前 湖风就飞走了 那么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大家伙 就不会飞回巢穴 而是继续到处密室 捕风行动就得重头再来 好好好 他要吃东西 吃东西要飞了 他要转圈 一转圈 羽毛就会挂住 他知道 他在咬绳子 打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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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别动 好别动别动 坐下 走走走走走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诶 快好回来了回来了 看到 看到了 你看 不回去了 快去 诶 没了 湖风 湖风并没有进食蟋蟀 便飞走了 大家只好重新用另一只湖风 再进行一遍幼食计划 他现在在吃饱了 现在吃饱了 他就飞了 随时可能会走是吧 随时会走 我给他发 我给他发 这个羽毛还有碍事儿去 这个羽毛还有碍事儿去 这个羽毛有重量的吗 对 他容易卡着 好好好好 好 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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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了 他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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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湖风完成进行后 他终于朝着一个方向直飞过去 北水 大兵过来了 看到没有北水的 我们来试一下北水的 看到没有 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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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北水的 你们来试一下北水的 看到没有 看见了 看到没有 看见了 好快啊 大家看好 往哪里跑 看好看好 看好没有 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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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边 就在大树 咱们赶紧过去吧 好好好 走走走 验证者们发现 胡锋落在了对面的山腰上 这就意味着 胡锋的巢穴就在那里 此时周海林立刻带着验证者们 向山对面奔走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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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锋对领地 是很强 一般密石都在500米范围内 方向感极强 所以胡锋人在发现胡锋的地方 捉捅他 有时就可以去走 他的巢穴肯定就在附近500米范围内 快来快来快来 咱们 咱们大方向应该往那边走 那边那边 对对对那边 干净 快快 明确了胡锋巢穴的方向 接下来他们必须谨慎行事 因为胡锋的巢穴随时可能出现 也就是说 验证者们即将和大批攻击力极强的胡锋正式会面 他们即将遭遇什么呢 胡锋的巢穴一般在土壤中树干中 或者挂于树叶枝条甚至屋檐下 而西双版纳的这种金环胡锋 巢穴一般藏在土里或者树洞等处 靠近巢穴便会发现巡逻峰正在洞口警惕的四处障望 你看这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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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哦 被死了 被死了 来来来 你看 现在我们在趴着那只是开门的吗 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在放哨 应该是在放哨 几天会看到他 诶 进去一只 看起来 几天会在看着 咱们他看着来 为什么拿来 怎么办 咱们怎么起的 咱们叫我们背景过来 因为捕获胡锋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在观察好地景后 周海林还是叫来合作社的社员们 一起进行捕风操作 这些捕风人常年与胡锋打交道 面对凶猛的胡锋 似乎丝毫没有一点恐惧的感觉 这次 他们同验证者们一起 能够把这窝胡锋请下山吗 胡锋 胡锋的毒性不可消失 而多天来在森林中穿梭 咽咽者们身上 并没有太多专业的防风设备 所以在进行捕风操作之前 周海林也教会了他们一些 在不招惹胡锋的情况下 用于预防胡锋袭击的方法 当发现有金环胡锋 在林中环绕飞行时 一定要保持镇定 马上变成木头 不呼气 僵住 在胡锋降落后 轻轻的离开 不可出生 这些都是在不招惹胡锋的情况下 让他注意不到你 但是如果发现有金环胡锋 直对着你冲过来 那肯定是被发现了 两秒钟之内 肯定就是要挨折的 怎么办 如果条件允许 将地势低的山下滚 滚得越远越好 最好找个可以跳入的池塔 让胡锋彻底看不到自己 也闻不到自己的气味 有了这些妙招 样样者们学会了 让自己安静下来 接下来就是取风潮的关键时刻了 面对凶猛的胡锋 捕风人会怎么做呢 此时捕风人阿巴拿出了一个特殊的瓶子 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倒刺进去去 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构造 它就是一个漏斗型的构造 但是它里面是尖的 所以土风一旦进去了 它就很难再爬出来 爬出来就可能挂了一个翅膀 所以这就是一个叫什么 倒刺的一个工具 一会就拿这个来捉取 原来这是捕风人专门用来捕捉胡锋的捕风瓶 有了捕风的力气 这下捕风任务正式开始 好 来了 胡锋只有一个出口 所以捕风人把瓶子插进去 这样捕风群就无法逃出四散开来 这样的话它里面就出不来了 我看不到 好 它里面就出不来了 进去了 进去了 进去了一株 两只 一只了 两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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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里 这个位置能看到 看见 好了 前面有土都是抬开的 捕风行动 捕风行动 悄悄地进行着 幸好唯一的洞穴出入口 被捕风屏封住 否则看到家园受到轻嚷 所有的呼风都将出动护潮 后果不堪设想 你刚才我们放回来的 红椒在这里 啊啊啊啊 啊 它就没劲了 这是咱们刚才放的那一只 刚才放的那只 对对对 对对对 巢穴处 湖风一只一只从洞口误入捕风屏中 而风朝周围却不时有回朝的工风飞回 哎呀后面还有一只 身后 身后身后 小心啊 每当工风飞回巢穴的时候 现场所有人都立刻闭气不动 确保回巢穴不发现自己 都别动啊都别动 外面出来了一只 看到自己的巢穴被侵入了回朝轰风 还没有来得及反省 就已经被捕风人制服收入屏中 现在里面有多少只了 一二三四 五六只了 啊好多好多好多 啊 好多啊 哇 一吹气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俩留那么多孔啊 哦哦哦出来了 你看好几十只了 几十只了 好 你看我这个粉起来 都起了吗 都起了吗 哇 啊把那个里面 现在他把这个拔掉以后 把原来那个洞口给堵上 好 就堵上 哇 有十多多 里面还有十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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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还有十多多多 好紧张啊 好紧张啊 又开始掏洞了 没了 啊 还有呢 啊 还掏得很 掏一只 然后把洞堵起来 掏一只 把洞堵起来 一只一只 就做肩破 时间过去很久 部分人阿娃仍然不紧不慢 一直一直的将洞堵收入屏中 一只后 瓶子里就黑压压一片了 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 好好好 这十多多 我们得十多关 你还要四周 我是方少 大家跳跳跳 我好像看到窝了 看到窝了 看到窝了 看得到窝了 看到窝了 看到窝了 闻窝一样 哇 这是她自己做的窝吧 她都做的 闻窝有像石头 终于潮雪濡露在了外面 你看 好大 这就黄色呢 在抓住整整一窝虎蜂之后 蜂王终于被耐心的捕蜂人阿爸紧获了 那只有这么长 大拇指这么大 大拇指这么大 看到没有你们 好 这就算结束了吗 要把它弄出来 要把它弄出来 这才是重点 快 咱们也速度快了吧 要不一会儿外头的蜂又回来了 外面应该没到吧 不知道啊 这是蚂蚁窝 有了这些蜂蜂的蜂王 幼崽和部分公蜂 捕蜂人才可以整个将它们的巢穴 放到自家的山林进行圈养 才会有更多的蜂涌收获 这只没有攻击性吗 它还行 动不动 这是钢层 怎么层都多量才能多 钢瘦化出来的 咱们先别说了 咱们先好回手 有了 咱们快点赶时间把这个东西拿回去 放到家里面 好好好 虽然获得了整个蜂巢 但是为了保证蜂蜂的成果 此时捕蜂人和验证者们 必须马上回到合作社 将蜂涌放入新家 否则当地天气炎热 蜂涌很可能在半路就死去 那么今天的捕蜂行动就会功亏一篑 来到合作社 不愿让阿爸马不停蜂地给新搬来的呼蜂们打吵 炎热的天气已经让这些被关在瓶子里的呼蜂变得急躁不安 他们会适应这个新家的环境吗 炎热者们担心这些呼蜂一旦有不适 将会对周围人发起致命攻击 它已经急躁了 它很热 因为刚才温度很高 我给它降点温 撒一点水给它 撒一点太高 你看大家喝水了 这里 这里有水 对了对了 上翅膀你看 这样就好 好你看 这样温齐顿 小弟兄 这儿可不是居民 这是合作社 这是合作社 专门养风的 专门养风的 这不是居民房 人工搭建的新家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还原一个土坑 用木板架好顶层 放置松土 再给土坑挖一个 供呼蜂进出的洞 这样一来 呼蜂们还是居住在 一样的环境里 只是搬了窝而已 只要成功的把蜂巢 蜂王和攻蜂放入新潮 他们就能够在这里 重新开始生活 有点点啊 二十多只 差不多有三十多 这个放进去 九月份就一百多只 这都等会 这你准备怎么放进去 你们让开 大家都让开 往回去了 我们都要让开吗 你们往回撤一点吗 勇士都应该穿衣服了 完了我穿短袖 我早上不穿短袖了 我想能弯从底上 我没想到这么 弯从在洞里 对我还以为把 咱们都以为是把那个盖给去掉 然后 弯从在洞里 弯从盖里脱了 对 没想到这么野 它直接给脚卸了 也许是因为炎热 使得呼蜂们十分焦躁 不分让阿爸突然变得有些着急 他担心时间久了 呼蜂们会死亡 急于把呼蜂从瓶子里拿出来 放入巢穴 所有人都在一旁屏住鼓膝 捏这一把汗 这些山林中来的野风 会适应这个新家吗 这好了吗 好了 好了 被车了一车 干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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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真的假的 好了 被车了 你这边 真的见到了吗 赶快赶快吃药 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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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鱼 这个大鱼 意外的突如起来 让所有人都惊慌失措 此时宁愿突然想到 在来之前曾经带了一个 在当地买的解毒药 说不定这个会有用 牧师长 你先坐上 没事没事 怎么样了 没事没事 那边 你那边怎么样 我那边有那边 出血了 离头很近这边 这都在头上遮的 这是那个大蜜蜂吗 什么感觉 头晕 头晕啊 摆一下摆一下 摆平摆平 别动啊 不要太动 不要那么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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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可怕了 那个社长您睁下眼睛 没事没事 看一下镜头 没事没事 眼睛都冲血了 真没事吗 让他少说话 让他少说话 您先别动脑子了 放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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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一会儿 医院那边就过来 没事 没事 就在宁愿给周社长 用药物紧急治疗时 社员阿爸也迅速将 胡蜂的巢穴安置好 并暂时将胡蜂洞穴出口 堵住 防止他们再次出逃商人 本期节目 验疗者通过 对西窗半大的 雨林捕风行动 探究了当地人 如何利用各类野风 小妙收获财富的整个过程 他们同胡蜂人一起 机智地从大蜜蜂的巢穴 获得了甜美蜂蜜 施巧记 诱服了金黄的胡蜂 成功管理了整个胡蜂巢 验证者们不仅感受了收获的满费 同时也感受到了 胡蜂人对野风的热爱和珍惜 体验到了野风美味背后 胡蜂人付出的难以想象的艰辛 周海林社长被胡蜂意外折伤 幸好他自身风度靠近较强 又因为验证者现场及时的药物处理 经过医院治疗后 他终于躲过了一劫 至于捕获了胡蜂巢 最终他完好的安置在了合作社的新家里 只等秋天 捕蜂人会把他们挖开 收获美味的蜂蜂